大理育膜在台湾目前还没有合法 但是有人为了希望能够生下混血儿 竟然找羊牛以人工受孕的方式来生小孩 而今晚有一家诊所的股东和医师以及药剂师 就偏爱生下混血儿 所以是以结婚和求学的名义 陆续安排了五名物资别克的女子来生下五个小孩 但是现在其中一名女子却被检验出有艾滋病 所以让整个事情东窗始发 就是这三个人异想天开 用借父生子方式找乌兹别克女子生混血儿 走在最前头的是诊所郭姓医师 他的表弟连姓药师紧接载后 最后一名男子是他们的股东 绍姓男子通通遭到遗送 四年内这三个人用结婚求学名义 花钱生了五个混血儿 在乌兹别克经商的绍姓股东 95年娶了该国女子产下英女 之后无法生育 但因为太喜欢经法混血儿 于是用求学名义 安排了一名乌兹别克女子来台 人工受孕 而郭姓医师看到股东混血子女很可爱 于是怂恿联姓表弟 和一名乌兹别克女子 丽莎假结婚 生下一名女婴 郭姓医师在和前妻离婚后 又再找一名乌兹别克女子 帮她生下双胞胎 直到98年 绍姓股东又想再找乌兹别克女子生小孩 谈检验出艾滋病才川芳招检方监控 其中一名是正常的婚生子女 其他四名都是由代理孕母所生产的 每一名进来是给他们三万块的美金 那另外还有每个月要付给他们 那个原籍国地的安家费 大约是美金一千块钱左右 被当成代理孕母的三名乌兹别克 金法女子也招征讯 用书本遮着头不想曝光 穿着桃红色上衣的是 绍姓股东的妻子 丈夫背着她又找其他代理孕母 而这名穿着蓝色细肩带的女子丽莎 和连姓要师假结婚 拆下一女后被赶出门 没想到女儿的父亲是国性医师 而整起事件经过八个月的追踪 调查才爆发 涉嫌三人医违反人工生殖法 和未照文书预令10到20万元 交保后传 明日新闻陈崇瀚 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